目立桃園醫院醫護穿著隔離衣 全副武裝現身行政院 就看到政院員工們一個一個 依序等候篩檢 原來週一上午行政院三名公務車駕駛 被證實確診 疫情向上延燒 上禮拜五 財汗總統蔡英文一同出席 臺北電氣展的行政院副院長 沈榮晶因為坐車駕駛確診 被匡列為密切接觸者 目前正接受隔離 好在PCR結果是陰性 也沒出現症狀 這些確診者的密切接觸者 包括沈榮晶副院長 何佩山副秘書長 這兩位所長接過通知後 目前都已經居家隔離中 沒有症狀 且經PCR採檢後都是陰性 而這兩位所長的隨戶 辦公室同仁以及院內其他駕駛 跟傾銷人員共35人 目前快篩也都是陰性 至於行政院長蘇貞昌 儘管沒有接觸確診駕駛 但也進行PCR 結果也為陰性 政院疫調工作持續進行 疫情燒進府院 包括總統蔡英文 行政院副院長 沈榮晶等人都被匡列隔離 副總統賴清德也差點被波及 九號的這一場 黨公職參序 臺中市議員施智昌也在場 雖然他的確診助理沒到場 但包括賴清德和綠營明代等都是做上兵 好在市值昌PCR檢測結果是陰性 賴清德也進行快篩 結果也是陰性 公務活動照常進行 病毒傳播不分對象 仍然都得加強防範 三例新聞景玉林維雅婷SNG小組 台北報導